PPT快捷键的设置 大家有没有希望有这样的功能 就是把自己经常用的一些功能命令 单独调出来 集中到一起 这样就不用去选项卡中 一个个的去找 其实这个功能是有的 而且很简单 首先我们把鼠标放到我们希望添加的功能上面 然后单击鼠标右键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选中添加到快速访问工具栏 这样它就单独跑到画面的左上角 那放到这里不太符合我们的操作习惯 所以我们点击这个小三角按钮 最下方有个功能区下方显示 点击确定 这样它就到下面了 这样使用起来才会更习惯 那么我们还可以添加一些其他的按钮 那这里我建议大家把对齐的快捷方式都添加到这里 因为对齐在PPT中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很多人根本不会去对齐 有一句话叫做学会了对齐 你就超越了90%的人 这一句话真的不夸张 首先我们随便插入个形状 这么做呢是为了把格式的功能调出来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的对齐 选择右键添加到快速访问工具栏 那这个是左对齐对不对 添加完左对齐 我们添加右对齐 不用照它这个顺序 按照我们平时的习惯来添加 把剩下的都添加了 这里我们把矩形复制一个 目的是为了把叠放次序调出来 叠放次序我们也经常用到 点开这个 把置于顶层添加进去 点开这个 把置于底层也添加进去 那如果需要删除一些不必要的呢 直接单击右键 选择从快速访问工具栏 删除就可以了 那么以后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击这里了 每选中元素的时候 它是灰色的不可用的 需要点重元素才能够使用 那么这节课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见